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历史上席卷中国的五次农民起义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动摇了中国的根基 由于当时社会腐败,政治黑暗,名不聊生 张觉就顺势而起,提出了苍天已死,皇天当立 虽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了黄金大起义 在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也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虽最终以起义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 东汉民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第二,皇朝,皇朝起义 875年6月,皇朝与兄侄八人响应王先知 877年2月,皇朝率军攻陷郡州,杀死节度使薛崇 878年王先知死,重推皇朝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 879年正月,兵为广州 880年12月1日,兵敌同关 12月13日,兵进长安,于韩元殿及皇帝位 国号大旗,建元金统,大赦天下 884年6月15日,皇朝败死狼虎骨 他也写下著名的诗句 《带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摆花沙,冲天香镇透长安,满城近代,黄金甲》 第三,朱元璋,红金军起义 朱元璋幼时贫困,曾为地主放牛 25岁时参加郭子星领导的红军反抗援朝 1356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 同年攻占吉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 1367年,命徐达、常玉春 以驱逐葫芦,恢复中华为号召 北伐中原,结束盟员在中国的统治 丢失400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 国号大明,先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 最终统一中国 第四,李自成、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 年号永昌 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 4月,杜尔滚率八旗军与民总兵吴三桂合兵 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 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 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 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城县九宫山遭村民武杀 第五,红袖拳,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国的农民战争 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